公元前202,刘邦率兵提前进入咸阳 为了得到关中王,刘邦派重兵把守韩国湾 阻止项羽进入关中 那么面对刘邦的举动,项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和刘邦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第五集,再解可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关中腹地咸阳 至此,刘邦入光灭秦的任务已经完成 而北上旧赵的项羽却没有刘邦那么幸运 作为副帅的项羽,他先杀掉主传宋义 然后在巨鹿破湖陈州 摧毁了秦朝的两大主力兵团 张寒兵团和长城兵团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 项羽在巨鹿之战大获全胜时 开始挥师西进,去去关中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刘邦已经提前两个月进入了关中 而更让项羽想不到的是 进入关中的刘邦派重兵固守寒谷关 阻止项羽进入关中 面对刘邦的这一举动 项羽将如何应对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五集 在杰可逃 项羽来到韩武关之下 才得到刘邦先入关的消息 他看见他把住韩武关 所以他就知道了两点 第一,刘邦比他早入关 第二,刘邦把住了韩武关 不让他进 这两点给项羽的刺激非常之大 所以在史记的项羽本记中间 写到项羽走到关前 以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活动 就是大怒 这是第一次大怒 一怒之下 项羽就派他自己的将领 打韩国安,硬打 当然项羽这时候是军队的力量也强 战斗力也强 迅速的就把韩武关打进去了 到了12月 项羽带领他的军队来到了西水 这个时候给刘邦的军队相距不远了 就相距四十里地 两个人没有见面 进入关中以后 他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刘邦手下的一个左司马 叫曹无商向项羽告密 这个告密的话对项羽来说是火上加油 曹无商那个告密讲了三点 配功欲望关中 使紫英为相 珍宝尽有之 写得很简单 这三句话是三个要点 第一 刘邦要做关中王 第二 让秦王紫英做相果 第三 刘邦想把关中的财宝全部据为基友 这三点在项羽看来没有商量 一条都不能承认 一条都不能接受 所以项羽这个时候 第二次大怒又生气了 非常生气 这个时候项羽手下唯一的一个谋士 叫范曾 范曾又给项羽做了一番批讲 范曾怎么批讲了 范曾这样说 说配功距山东时贪欲财货好美极 金入关财务无所起 妇女无所幸 此起至不再想 结论是 极极勿施 什么意思 范曾这个话说 说刘邦这个人 原来在老家的时候 贪财好色 现在入关以后 财也不要 色也不尽 这个人在压抑自己的本性 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的本性的时候 他一定是有自己所图 所以这个人的志向不小 这是范曾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派人去看了刘邦头上的云气 说他头上的云气是艳若无彩 行若娇荣 他说这是天子之气 所以根据这两点 范曾的建议 赶快打 别失去机会 本来 向羽就想打 范曾又给他做了这一番批奖 更坚定了 向羽要灭的刘邦的决心 所以向羽就下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 司马迁写的很简单 叫 但日想士族 为急迫配公军 就第二天一早 让我的士兵吃好饭 然后一鼓作气 把刘邦给灭了 这个决定 其实是源于向羽的两个大怒决定的 一个是韩古关前的大怒 一个是得到曹沃上密告以后的大怒 我们细想一下 这两个大怒 他只是一个表面的像 就向羽内心非常恼火 但是这两个大怒的背后 实际上深藏着的是三大原因 第一 自尊受伤 巨鹿之战打完以后 其他去援救赵国的诸后将领 去见向羽的时候 怎么见的 是悉行而前 莫敢仰视 什么叫悉行而前 进了向羽的原门是跪着走的 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向羽 那就是向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十分高大 这一仗奠定了向羽的历史地位 向羽从了诸侯的上将军中盟主 所以向羽也满足于其他诸侯对他的臣服 他没有想到 在他自己想来 刘邦作为天下的诸侯之一 对他也应当是悉行而前莫敢仰视 他没有想到刘邦竟然是怎么办的 给其他诸侯不一样 其他诸侯对向羽是唯命是从 而刘邦对向羽是严把寒谷官 连官都不让他进 你这个一对比 那就是说向羽的自尊受不了了 第二点让向羽受不了 是怀王上天 刘邦把着寒谷官 这为什么 是自己想做关中王 刘邦为什么敢自己想做关中王 由怀王之约 所以这个提到怀王之约 就牵涉到一个人 就是怀王 项羽对怀王可以说是怀游 深仇大恨的 当年他叔叔向梁一死 怀王就从他手里边把兵权给夺了 夺了兵权以后 让刘邦悉行入关 让项羽作为一个副帅 跟着一个宋义北伐救赵 最后项羽是忍无可忍 把宋义给杀了 其实在项羽心中 他心中非常清楚 他杀的不是宋义 杀的是处怀王的权威 他挑战的就是处怀王的权威 而且巨鹿之战结束以后 马上他就做了分封 这就牵涉到第三点 就项羽大怒之后的第三个原因 就项羽对天下有自己的战略故事 刘邦把着韩国安享受关东王 是破坏了项羽的战略 项羽的战略是什么呢 司马前没写 这就是我们读历史最大的困惑 就是我们最想知道的 史学家不写 他写的未必是我们想知道的 这就是读史的时候非常麻烦的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从竹死马迹中间看出来 因为在巨鹿之战以后 项羽封了投降的秦国的主帅张翰做雍王 雍王管辖什么地方呢 管辖关中咸阳一息的土地 全部归张欢所管 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 这句话透露出来了许多信息 第一 关中的分封原来是归怀王的 项羽自从封了雍王张翰以后 说明项羽不把楚怀王放在眼里 他要把分封天下的权利夺到自己的手里 这叫藐视怀王 他要来分封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信息透露什么呢 他封张翰做雍王 雍只是关中之地的三分之一 他有咸阳以西 封给了张翰 还有咸阳以东 还有咸阳以北 咸阳的南边就不用说了 那是秦岭山脉 秦岭山脉的南边 还有汉中之地 所以可见 第一 项羽要主持分封 第二 项羽不打算封关中王 因为他封张翰 张翰只是个雍王 他没有封张翰做关中王 这说明什么 说明项羽不打算封关中王 因为关中王的权力太大 如果封给张翰 那张翰将来是伟大不掉 可能成为项羽的威胁 所以他不再封关中王 既然张翰不能封关中王 引来的第三个信息 刘邦也不可能做关中王 这就是项羽的未来的战略 这才是项羽决心用军事手段 解决刘邦最根本的问题 他内心确实有这些火在里面 当然项羽决定消灭刘邦 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 对于项羽集团来说是非常对的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转变 刘向两家 他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在秦帝国灭亡之前 刘向两家有共同的敌人 是秦 有共同的目标是灭秦 所以这两个集团 有共同敌人 有共同的目标 他们是盟友 是战友 一旦秦朝灭亡 这两个集团就不再是 没有共同目标 没有共同敌人 他们两家变成两个对立的集团 两个集团要争夺的是天下 这个变化 项羽意识到 项羽要意识到了 不用大怒 项羽要头脑非常清醒的话 两个大怒都不会有 如果他要是很清醒的话 他就知道 剧毒之战打完 刘邦也进了寒谷关 秦王朝也灭了 下面就是怎么收拾刘邦 来独霸天下的问题 所以你把这方面不让我尽 刚好给了我一个灭你的理由 我大笑还来不及的 我何必大怒呢 大怒恰恰说明 他没有意识到两家关系的历史性的转变 但不管怎么说 武力解决刘邦 确实是项羽集团的一个正确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的基础很不牢固 这个选择不是建立在我刚才那一套客观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在什么呢 怒气之下做的决定 这个决定一做出来 本来第二天一旦付诸实实 刘邦就玩完了 项羽是四十万 刘邦是十万 四十万打十万 而且是突然袭击 刘邦闭完 这一夜之间发生变化 而这个变化源于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项羽的继父 也就是他的唐叔 叫项羽 官职是佐矣 按照楚国的这个官职 就是佐丞相 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刘相两家的命运 那么这个人做了什么改变了两家的命运 这个人要夜见张良 大战前夜夜见张良 为什么夜见张良 他倒不是有一些秘 他想从把张良从死人堆里给捞出来 因为第二天一打 那么刘邦给张良玉石俱焚 张良这时候跟着刘邦的 所以他要见张良 他给张良两人生死之交 他要救张良 结果他跑到张良那儿 把情况给张良一说 想叫张良跟自己走 其实相伯太简单了 相伯很简单 张良可是极其复杂 张良第一得到了绝密军情 第二他知道相伯来救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义气 为了义来救他了 所以张良非常委婉的说了他话 说你救我是为了义啊 我是替我的主公韩王成来送刘邦的 我要是开溜了 那对汉王不义 你就我是义 我要不告诉刘邦的话 我就不义了 拿这个义做文章 相伯无话可说了 所以只能同意张良 把这个绝密消息告诉刘邦了 这一告诉刘邦 这事就大了 刘邦一听当然是大惊失色 因为刘邦没想到 刘邦一心想做关农王的梦 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会来了一个孽顶之灾 没想到 但刘邦有他很高明的地方 在最危急的时候 他冲着张良说了四个字 叫唯之奈何 我怎么办 张良当然汹涌百万雄兵 完全能够给他化解这场危难 但张良有意不说 张良反过来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 谁为大王为此嫉妒 谁给你出了馊主意 刘邦这说很好 周生睡我月 据官吾纳诸侯 秦帝可敬王也 什么有这么一个家伙告诉我 把这方官不让别人进 这都是我的了 顾听之 张良第二又问了 廖大王氏族族裔党相王后 你估计估计就你那十万人 抵得住人家项羽四十万大军吗 佩公莫然 约固不如意 且为之奈何 刘邦很高明 刘邦这说很老实 我确实不如他 我该怎么办 张良问这两问很巧妙 第一 他在了解情况 因为张良事先不知道情况 第二 他在提醒刘邦 别忘了四个字 叫向强流弱 这四个字你别忘了 紧跟着张良一句话 把破解之策点给了刘邦 张良就一句话 请网位向伯月 佩公不敢背向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去告诉向伯就说你不敢背叛向王 这个话如果我们概括一下 用四个字概括 这叫政治欺骗 用两个字概括叫欺骗 再提炼一下 一个字概括叫骗 张良其实交给刘邦的招就是一招 骗 按我们今天的话 忽悠 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 刘邦极其聪明了 一听张良说叫做忽悠 他是个大忽悠 所以下面再不用张良告诉他怎么办的 反过来他冷不丁了 问了张良一句 君安于向伯有故 你怎么给向伯有那么老交情 他能在大战前夜来给你通报绝密军情 你们俩什么的干活 你们俩什么关系 他能把这么个消息告诉你 这说明什么 刘邦这个人静体性极高 刚才是蒙了 急了 顾不上 一反应过来 不就是忽悠他吗 自己下面都全知道怎么办 反过来 倒问一句 君安于向伯有故 张良如实而答 说 秦时欲陈游 向伯杀人 陈活 今是有急 故性来告连 当年在秦朝的时候向伯杀的人我救了他 所以今天有了伪难 他来告诉我 完了 这话一说把两个关系全说清了 刘邦下面不再问了 刘邦下面该开始危机公关 这么个危机关头 必须 因为刘邦现在非常清楚 化解这场危机关键是两点 第一要死死抓住向伯 第二一定要好好的忽悠一点 因为只有向伯这个时候能见到向伯 只有向伯能够把话传给向伯 如果抓不住向伯 你连烧画的人都没有 所以他马上就问 苏宇军少长 就是张良跟向伯 你们两个人相比 谁念那个大 梁月 张宇成 向伯 没我大 为我马上说 君为我葫芦 勿得兄是指 你把他叫进来 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 侍奉他 张良出 邀向伯 把向伯请进来 下面 配公奉执酒为寿 月为婚 这很简单 执酒就是一杯酒 奉执酒就端起来一杯酒 为寿就是敬酒 刘邦看见向伯进来以后 啥也没干 就做了一件事 先敬酒 下面写了四个字 叫月为婚姻 这个月为婚姻就是刘邦跟向伯两家 定位儿女庆家 司马迁非常捣蛋 中间很多情节给你省略掉了 两个人一敬酒 就定儿女庆家 中间你知道忽略了多少情节 先再问问 向伯 有儿子还是有女儿 是吧 你先再问 人家要是个丁克家庭 你跟他约为什么婚姻 所以你首先在问这个情况 然后介绍自己的儿女 第三 再了解对方儿女的婚姻状况 第四 再表达一下愿意结为儿女庆家的愿望 第五 还在劝对方 接受 第六 对方接受两家结为儿女庆家 你看这么多环节 司马迁写的倒是很简单 佩公奉知酒为寿 月为婚姻 完了 这一下子 这一步非常关键 这一步叫什么 这叫拉近两个人的关系 拉近关系 叫套近户 你想想两个素媚平生的人 他俩从来没见过面 第二个 他两个是两个敌对阵营的人 一个向氏集团 一个是刘氏集团 两个不认识的 又是两个集团的 一见面 就结为儿女庆家 这不是张良教的 这是刘邦的原创 这高明 这说明这个学生 可堪造就 老师教一 他能反三 张良只教他骗 他首先就是 怎么先骗住相伯 把相伯给忽悠住 最好的办法 接受亲家 当然 这个接受亲家算数不算数 那你想多了 你想想 我们通读史记都知道 刘邦的儿女 后来没有给相伯的儿女 结为亲家 当年许这个婚姻 只是个政治交易 是个政治手段 等到将来 相羽一死 相伯就没有价值了 刘邦当了皇帝 相伯还敢找着刘邦说 当年咱俩那个事 他去抢盘皇亲 借给相伯 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 刘邦后来就不提了 相伯肯定不敢提 所以这场儿女婚金 纯粹是刘邦危急公关的手段而已 但这一下把两个关系拉近了 拉近以后 第二步 给个说法 你把刀官不让人家进 相羽生气都生到这 你总得给个说法 你看一下刘邦 在这个关键时刻 刘邦讲了一番话 讲得非常巧妙 他说 五入官 秋毫不敢有所尽 吉利民 封府库 二代将军 所以遣将守官者会以他道出入于非常业 日夜往将军制 岂敢反忽 怨博俱言 臣只不敢废 这话什么意思 他说我来到韩国关以后 我什么都不敢拿 全部给他登了记 封到那了 刘邦原意是什么 封到那留着自己慢慢用 别让士兵一抢而空 没了 现在说什么 我们的封住 等着项羽来分配 然后 我派人把住韩国关 干什么 原意是不让项羽入关 现在说 我是应付非常事件的 维持社会治安 维持和谐稳定的 所以我把住韩国关 我日夜 等着项羽到来 我怎么能反叛他 不可能 你一定好好劝劝向王 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了 所以刘邦这番话解释得非常到位 你不是要给个说法吗 项羽发怒也就是因为这来的 我就把这个说法全部给你解释完 解释完 你起码你项博 你心里明白了吧 这话起没有起作用来 看对方的反应 其实你说半天 对方听进去没有来 看对方的反应 看对方的表情 看对方的说话 项羽听完以后 只说了一句话 但日不可不 早自来谢项羽 这个话的原因是说 第二天早上 你可千万别忘了 一早 赶过来到鸿门 向项羽做一个解释 把这个说法给项羽再说一遍 刘邦一听 心里全明白了 大功告成 总算把项博给忽悠住了 只要先蒙住项博就好办 因为这是个传话筒 这是个弧度虫 你能把这个弧度人给蒙住 他 你再利用他 再去蒙另一个弧度人 就好蒙了 再利用他去蒙项羽 所以 项博告诉他 但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 那刘邦一听是连连点头 诺诺诺 好好好 是是是 我第二天一定已早去 答应了 项博回到大营之中 就把他夜见张良 私见刘邦 这个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把这情况全告诉了项羽 但是他最后 项博说了两点很关键的意见 把这个过程全部说完了 然后说什么呢 佩公不陷破关中 公岂敢入宫 刘邦要不先把这个关中给打下来 我们怎么能那么顺利的入关呢 这个话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 刘邦是有功之臣 第二 刘邦是首先占了关中之地的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 今人有大功而极致 不亦也 人家有了大功 我们再把人家给灭了 不仗义 所以我们看来这个 项博这个人 过去很多人讲这一段的时候 总认为项博是个内奸 是个潜伏的 卧底 不是 项博可不是内奸 项博充喜量 只是个弧度人 项博的汉字值到了不多 就认一个字叫义 这个人就认一个字叫义 当年张良你救了我 我现在来救你是为了义 张良说我要不告诉刘邦 那不义 那行 你告诉他 现在我再告诉你项羽 人家立了功 你再灭了人家 不义 你看见没有 他判断问题 看待问题 处理问题 只遵循一个原则 义 就这么一个义 当然 项博可以这样说 项博没有决定权 决定权在谁手里 在项羽手里 明天的仗打不打 不取决于项博 取决于项羽 项博的话 项羽可以听 也可以否定 甚至也可以治项博的罪 项博是有罪的 私见张良 私见刘邦 泄露军情 这要追究起来 项博这三宗罪 那是跑不了的 问题是 这番话讲完以后 项博提了一个建议 不如因善欲止 不如趁这个机会 咱们好好的招待人家一下 别灭了人家了 请人家好好的搓一顿 这才是咱们应该做的 下面 项羽怎么办呢 诗集中间只写了四个字 项王许诺 项羽答应了 就是刘邦忽悠住了项博 项博又忽悠住了项羽 项羽最后是许诺 这个许诺意味着第二天用军事手段消灭刘邦集团的这个命令撤销了 这就很奇怪了 这就很奇怪了 这里边有三个问题 第一 不追究 他没有追究项博通敌之罪 第二 不询问 我们刚才讲过 张良那么忠心耿耿的把那个破敌之策告诉刘邦以后 刘邦还反问他一句什么话 君安于项博又忽 你怎么和项博有老交情 在大战的前夜 项博敢跑过来向你泄露这么个军事机密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的关系 而这个时候项羽至少再问了一句 君安于张良又忽 这句话是应的 嘴边的话 你怎么和张良有那么深的交情 我明天要打仗 你头天晚上私入敌营 私见张良 泄露军情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项羽连这个话没有问 刘邦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 刘邦问了 项羽在这么从容的情况下 项羽没有问 这反映出两个人怎么样 一个精明 一个糊涂 两个人政治的精明给糊涂表现得非常清楚 第三 不商量 一怒之下 他给范增决定第二天灭的地方 但这个时候 他不追究 不询问 也不商量 没有给范增商量 他就答应 取消第二天的军事行动 我们刚才说过 用军事手段解决流向矛盾 是项羽集团最正确的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 由于他的基础不老 只是建立在两次大怒之下 所以这个决定很快的被撤销了 一句话撤销了 这里边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项羽的自尊得到满足了 刘邦表示臣服 那么怀王之约可以废掉了 项羽可以自主的来封封关中之地了 但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项羽为什么倾信项伯 项羽为什么能够被项伯给忽悠住 原因在哪呢 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项羽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 他没有意识到他最大的敌人是刘邦 项羽这个认识 直到了很长时间 他意识不到 不知道秦朝灭亡以后 流向两家的关系的变化 不知道刘邦已经从战友变成了自己最大最危险的敌人 假如他要知道的话 假如他有这个清醒的认识的话 项羽忽悠不着他 第二天的军事解决的命令不会撤销 刘邦集团被毁灭的这个结果一定会得以实现 项羽最可惜的就是他一直意识不到谁是他最大的敌人 这就是项羽在鸿门宴之前 取消军事行动的最根本的原因 反过来 刘邦倒是很成功 把项羽忽悠住 其马迫在结的灭顶之灾解除了 但是这事又没有完 第二天还要到鸿门去见项羽 那么到了鸿门以后 他还能忽悠着项羽吗 鸿门这一场见面还会引发出来哪些问题呢 请看下集 鸿门脱险 谢谢大家 鸿门宴上可以说处处杀鸡步步陷阱 范增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拿下刘邦 而身处其中的刘邦却能全身而退 这究竟是刘邦的幸运还是另有玄机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第六集 鸿门脱险